成熙土地庙死了个女乞丐 白花花的膀姿白萝卜一般 插在土里 腿也大辣辣地敞着 他 王妈妈拍了我的脑壳 手上的肥肉还颤着 看什么 别沾了晦气 耽误少爷的喜事 他的口水噼里啪啦蹦在我的脸上 可他自己的眼睛还在不住瞟着 我低着头往前走 手里拎着采买的东西 摇摇晃晃 王妈妈突然又拍了我脑壳一下 死丫头 带帕子了没 我摇摇头 王妈妈便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篮子 把里面玉米青绿色的皮都扒了下来 一片一片铺在女乞丐的屁股和大腿上 女人便不再像萝卜 像个大玉米 我扑哧笑出了声 王妈妈脸上松垮的皮一抖 小小的三角眼一瞇 第三次拍了我的脑壳 我的脑袋都有些发晕了 莫要笑 女乞丐穿件衣服不容易 王妈妈说着 又把头巾摘下来 铺在了乞丐脸上 府里这两日很忙 因为大少爷要娶媳妇了 我和王妈迟到家了一会儿 管家就揪着我的耳朵 喋喋不休起来 王妈说 我路上拉肚子 耽搁了时间 她的头巾给我擦屁股了 我有些生气 王妈撒谎 为什么管家不揪王妈的耳朵 我还生气 为什么人的耳朵 要长在这么好揪的脑袋上 却不能长在肚脐眼上 没准长肚脐眼上还能挡挡风 就像一扇小门 不让我拉肚子 只有一个坏处 听声音 怕是要挺着肚子吧 我又笑了 管家气得胀红了脸 王妈叹了口气 罢了 小福是个傻的 别就坏了 让她做事去吧 王妈给了我一个馒头 我便被放到厨房去打杂 厨房里乱糟糟的 各种动物的尸体横在一旁 鱼的 鸡的 鸭的 明日全都要进入人的肚子 明天有的忙了 大少爷取亲 一定要仔细点 厨师扎巴扎嘴 烟灰扑速速往锅里掉 他掉一点 我擦一点 大少爷自打瘸了腿 脾气可不太好 你别撞上 厨师对小帮工们反复叮嘱 小帮工们一个个低着个头 时不时点一点 大少爷我只见过一次 大部分时间他都锁在屋子里看书 脸白白的 瘦瘦的 活像个僵尸 厨师嘴很碎 又赶上主子们都睡了 眼前都是些小辈 他说 大少爷以前不是这样 大少爷以前是个俊秀郎君 十八岁就中了进士 可惜去京城的时候被马匪劫了 瘸了一双腿 就那么光着屁股被丢在城门口 大家都沉默了 咦 怎么是光着屁股 我好奇极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 似乎再怪我多问 这仿佛是个人人都懂的问题 我不吱声了 用勺子贴去锅里泛起来的浮沫 骨头汤咕嘟咕嘟的 还能什么 马匪爱当嚼屎棍呗 有人小声嘀咕一句 厨师有些尴尬 也意识到自己的话多了 后趴起来 打开窗子四面瞧了瞧 不管如何 这么些年大少爷一直讨不到老婆 好的不肯嫁 不好的老爷夫人瞅不上 如今终于讨来一个 听说是杀猪那户人家的女儿 虽然家里差了一点 长得赛天仙 杀猪户赌博 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给了咱们府换钱 看到了赛天仙 大少爷也难得同意了 大少奶奶叫乔二 乔徒护家的老二 出嫁的时候 人家嫌弃不好听 改成了乔二娘 我觉得也不好听 老让我想起来水浒传的孙二娘 她被热热闹闹地迎进门 我们府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就连我们这些下人都被允许吃些酒 我不能吃 王妈说我是小孩 脑子又不好 正因为我是个傻小孩 我被留在大少爷的屋子外面当职 屋子里面咿咿呀呀 像唱戏一样 床板也嘎吱嘎吱响 我知道 这叫洞房花烛夜 洞房花烛 喜庆 喜庆不就得唱戏吗 我抱着水桶 把下巴支在边缘 试图在这唱戏声中找到些节奏 我一直在打瞌睡 打瞌睡 打瞌睡 少爷一直让我打水 打水 打水 一直到半夜 我听见里面轻轻的呼噜声 才抱着水桶离开 第二天一早 王妈就给了我两个鸡蛋 我吃着鸡蛋 感到很烦恼 王妈妈 我不会唱戏 以后怎么成亲呢 什么唱戏 王妈用她皮松肉垮的手扣鸡蛋的壳 替我包鸡蛋 就是昨晚 少爷和少奶奶对唱了一整宿 王妈又用鸡蛋砸了我的脑门 把另一个鸡蛋也砸出裂痕 小孩子家家 别胡说话 我有点委屈 王妈妈 你别把我砸得更笨了 你哪里笨了 谁说的 王妈妈有些义愤填膺 你说的 王妈妈老脸一红 摸摸鼻子 哎呀呀 那是红你完呢 我并不说 你真的笨 为什么要红我 我不依不饶起来 王妈妈突然指着后面 神情激动 看 新娘子 我的心思立刻就飞到新娘子身上了 新娘子推着大少爷 要去给老爷夫人敬茶 大少奶奶背对折我 我只看到她露在衣衫外的脖梗 长而白 像观音的窄口玉镜瓶 大家都凑过去看 果然是赛天仙 一张小巧又饱满的脸 水润寒情的毛子 她嘴里说着祝福的话 唇珠上的一颗小痣上下跳跃 大少爷的脸也是笑盈盈的 突然 大少爷看到了我 招了招手 王妈赶紧在我耳畔嘀咕 记得说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上前 少爷捏着一小块元宝 环视四周 将元宝放入我手中 昨晚辛苦小福了 跑了那么多趟 少奶奶羞得抿嘴 面上飞霞 王妈挤眉弄眼 让我说些恭喜的话 祝少爷少奶奶早生百合 好年贵子满屋哄堂大笑 夫人摸了摸我的头 是个有趣的 留在大房服侍少爷少奶奶吧 王妈呼出一口气 庆幸我因祸得福 我把元宝塞给王妈 王妈 留着 我们吃鸡蛋 王妈干把的眼睛眨呀眨 涌出些许泪化 碎嘴的厨师 一边剁肉 一边和帮工说话 你知道大少爷 为什么要当众奖赏吗 帮工顺着他的话 为什么 他想让人知道 他一晚上还可以换好多水 他还是个男人 谁信啊 一个瘸子 怎么能满足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呢 没有人顺着他说话了 厨师觉得奇怪 抬头看了看 没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 拐角处露出一抹衣袖 不知是谁的 王妈也看到了 督促我快点收拾东西 末了 他叹了口气 小福 记住 少说话 或从口出 我从此就在少奶奶这里当职 少奶奶和和气气的 有她在 少爷也和和气气的 少奶奶说我像她的小妹 于是我常常有瓜果点心吃 我会偷偷藏一些 带给王妈妈 王妈妈一边骂我 一边夸我是好孩子 她一向这么别扭 我习惯了 厨房里的厨师 不再是那个熟悉的面孔 连帮工都变了 以前的厨师呢 我问王妈 王妈捂住我的嘴 消失的人 就当她没存在过 别多问 她呀 被拔了舌头 丢了出去 我吓了一跳 赶忙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舌头 回去吧 少奶奶找不到你该着急了 我拍拍衣服上的褶皱 点了点头 又掏出一个元宝给她 王妈 吃鸡蛋 王妈愣愣地 我等了半天 没等到她同我告别 我转身 慢悠悠地走 身后传来王妈的声音 小福 王妈今年给你那双顶好看的鞋子 我沉浸在有心邪的喜悦里 觉得甜滋滋 少爷在叫少奶奶写字 我多看了一眼 少爷和少奶奶一起教我写字 小福的福太难写了 怪不得福气那么难得到 少爷 少奶奶仿佛找到了特别的游戏 少爷教少奶奶一个字 少奶奶就教会我一个 久而久之 少爷重拾了信心 准备继续进京赶考 老爷夫人开心坏了 直夸少奶奶是福星 少奶奶一高兴 少爷就高兴 少爷高兴 我就得赏钱 这样的快活日子过了一年 夫人突然看少奶奶不顺眼了 她说 少奶奶怎么敢叫赛天仙 连个母鸡都比不过 一个蛋也下不出来 我觉得夫人说话很没道理 谁能比得过母鸡呀 夫人也比不过 母鸡一天能让我吃两个蛋 谁家好人一天能下两个仔 我把心里话说给少奶奶听 少奶奶抿嘴 想笑又不敢笑 从此我又多了活 夫人张罗了好些生子秘方 都递给我 让我熬给少奶奶吃 黑泥丘磨成枝水 黑漆漆的 闻着就让人难以下咽 喝下去 人的牙都变黑了 少奶奶捏着鼻子 一口气灌了下去 嘴唇都沾染黑枝 少爷递给少奶奶一颗奶糖 很少有的奶糖 微笑着点头 你很好 少奶奶吃了甜蜜的奶糖 心里也甜蜜起来 少爷真好 他说 我不敢说话 我不觉得少爷好 少爷好就不该让少奶奶吃这些奇怪的东西 什么泥丘汁 什么香灰土 我偷偷吃过一口 难吃极了 这么难吃的东西怎么能助孕呢 孩子都得吐出来 少爷要第二次进京赶考了 少奶奶也怀孕了 夫人喜笑颜开 又夸少奶奶有福气 大少爷走了 二少爷回来了 二少爷不是夫人的亲子 是一个姨娘生的 大少爷出事后 夫人心里不快 总觉得是姨娘在背后惹事 姨娘就消失了 老爷心里也不快 但姨娘没了就没了吧 反正儿子还在 二少爷去日本留了几年学 辫子没了 穿着笔挺的白色西装 戴着夸张的帽子 他拜见老爷 拜见夫人 拜见嫂嫂 拜见王妈 为什么有王妈呢 王妈嘛 身体还好吗 二少爷掏出好些瓶瓶罐罐 一个一个摆在王妈床头 原来王妈是姨娘的陪嫁丫鬟 王妈陪嫁的时候 和我差不多大 十岁 姨娘家里本是不错的 可惜父母死得早 留下一大堆银钱守不住 剩下一点 给二少爷留学去了 孩子 你吃苦了 这次回来还走吗 王妈想摸摸二少爷的脸 又觉得自己的手不好 摸了两把空气 也就放下了 二少爷看了看灰蒙蒙的天 天上飘着几只模糊的雀 走的 王妈 你就像我半个母亲 你同我一起走吧 王妈摆摆手 拉过我 我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能飘扬过海的 更何况 这个丫头是个傻的 我陪陪她 王妈让我点头 我点头 规规矩矩喊了一声 二少爷好 你好 二少爷看王妈喜欢我 对我也和睦了些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方块 看起来像一块甜蜜的屎 我不敢接 哪有人送屎的 王妈妈见我畏畏缩缩 牵着我的手去拿那块屎 我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二少爷笑了 牙齿白晃晃的 直接把棕色方块塞到我的嘴里 我脚也不适 咽也不适 但很快口腔里弥漫起甜丝丝的味道 这叫巧克力 是糖果 二少爷又多给了我两块 我没吃 用帕子包起来 二少爷 你什么时候动身 王妈妈从床垫下抽出一双鞋子 给你做的鞋子 二少爷立刻脱下脚上油光赠亮的大皮鞋 穿上王妈的布鞋 明日就走了 王妈一惊 怎么这么急 二少爷眼睛里划过忧伤 要打仗了 打仗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人听说呢 应当是假的吧 我小心翼翼包着巧克力 送去给少奶奶尝尝 少奶奶汗喜 什么都吃不下 脸颊都渐渐凹下去 像芒果盒 夫人开始不满足少奶奶怀孕 她还要少奶奶生个男娃出来 于是夫人又开始张罗生男娃的秘方 我不知道 生男娃有什么好 所有的男娃都想找到女娃 让女娃生男娃 如果人人都生男娃 谁来生娃呢? 总不能从男人的屁股缝里挤出来吧 人何时还有什么差别呢? 夫人简直太坏了 她想让人绝肿 少奶奶刚喝完生男秘方 是牛血混炸蒙腿 她床边的白子碗边口 还敲着一条炸蒙腿 细细的 一根草似的 在我印象里 牲畜才吃虫喝生血 现在这两样都被喂给了少奶奶 我的脑门冒出一点冷汗来 她们难道都不把少奶奶当人吗? 小福 你回来了 你去哪里了? 少奶奶见我来 略微提了提嘴角 我忙从口袋里掏出小心呵护的巧克力 少奶奶 二少爷给的巧克力 我留给你尝尝 帕子打开 我呆住了 巧克力变成黏乎乎的一片 残存的巧克力像帕子窜得稀 惨不忍睹 傻小福 糖都是绘画的 少奶奶撑起身子 靠在枕头上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觉得十分愧疚 虽然也不知道愧疚从何而来 我伸出舌头 轻轻舔了舔 还好 还是甜的 巧克力融化了 甜味没有融化 小福 把帕子给我吧 少奶奶伸出手 少奶奶 你也要舔我的帕子吗 少奶奶一愣 嘴唇铭起来 小小的梨窝浮出来 她用一种近乎慈爱的目光看着我 小福 好孩子 她真的舔了舔帕子上残存的巧克力 浓密的睫毛泡在蓄满的泪水里 至少 这是人吃的东西 我想用袖子帮少奶奶擦擦眼泪 可我的袖子上全是鼻涕干 只能作罢 少奶奶泪痕未干 夫人又托婢女端了东西进来 温婉的少奶奶打碎了碗 对着夫人屋子的方向骂出了我从未听过的脏话 夫人气急 带着剪刀 把少奶奶的头发剪了 少奶奶垂顺浓密的头发尽数落地 像被收割过的麦茶 夫人还让管家把我也打了一顿 王妈说 我的屁股肿得像羊屁股蛋 我屁股疼 拉屎都得一粒一粒拉 我现在全然变成一只羊了 有羊屁股蛋 又拉得出羊屎蛋 我疼得睡不着 王妈吹灭蜡烛 一下一下拍着我的后背 小福 别和少奶奶靠得太近 我们下人的命见着呢 我抽噎了几声 王妈妈 可少奶奶被当下宰的牲畜养 王妈沉默 良久 她沙哑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 小福 你以为 咱们就是人吗 我又被调回了厨房 再也没有和少奶奶说过话 少奶奶的肚子大了 人也膨胀了 脸上生了许多红疮 完全没有了赛天仙的模样 脖子从玉镜屏变成夜壶 夫人摸着少奶奶的大肚子 满意极了 不住喊乖孙 我觉得夫人看起来很恐怖 就像要吃唐僧肉的妖精 老爷从来不关心女人和子嗣的事 她觉得她的任务就是有个夫人 和夫人睡觉 再有个孩子 然后有几个姨娘 和姨娘睡觉 再有几个孩子 至于孩子怎么样 那是夫人和姨娘的事情 老爷很忙 宫里的老佛爷要过六十大寿了 从她的庄子里预定了许多红灯笼 做好的大灯笼一趟一趟运走 运了连续一个月 官爷 灯笼还要多少个 我好在准备 别误了那位的大寿 老爷谄媚地给押运的士兵递上烟叶子 眼珠子往我这里一滚 呆愣着干什么 上茶 我急忙去端茶 耳朵却还留在门口听着声 士兵把烟叶子塞进烟嘴 扎扎扎扎 心满意足 估摸着还要一万个 这次的排场 一个字 大 老爷洗上煤烧 送出去的灯笼等于流回来的白银 但为了确保宫里能够顺利结账 老爷还是侧面打听了一下 哎 对了 官爷 前些日子不是说海上打了仗 如何 士兵听出言外之意 满不在乎地从鼻子里挤出白烟 早输了 全军覆没 要签条约呢 不重要 老佛爷大寿要紧 你别担心了 钱都紧着大寿用呢 少不了你 铜水壶的皮肤在火舌下变成玫瑰色 烧开的水宛如带宰的猪般嚎叫 我手忙脚乱端起笨重的铜壶 心绪随着茶叶起起伏伏 大家似乎都不关心打仗的输赢 只关心老佛爷大寿过得开不开心 我送上茶 老爷鼻子动了动 猛然甩了我一个巴掌 这一巴掌打开了我鼻子的阀门 鼻血混着鼻屎流了出来 奶奶的 你是怎么泡的 浪费了我的好茶叶 我耳鸣得厉害 听不清楚 只看到老爷的嘴一张一合 王妈妈今天没有哄我 因为少奶奶肚子疼了 她被夫人叫过去伺候 老爷饶有兴致地去看了看自己赛天仙的儿媳妇 看到少奶奶人胖发息 大失所望 皱着眉头紧急踏出大门 少奶奶肚子疼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生了一个豁嘴的女婴 女婴刚出生就有一头茂密的黑发 大大的眼睛 秀气的鼻子 偏偏生了一张兔子的双半唇 夫人在少奶奶还躺血地下体前冷笑 你不是赛天仙吗 天仙怎么生了个妖怪呢 我怕夫人 等半夜才偷偷摸摸起身 怀里揣着攒下的大鸡蛋 少奶奶的屋子里黑漆漆 门窗都被闭得死死的 往日里当职的婢女都被夫人撤走了 只剩下清白脸的少奶奶和怀里的女婴 夫人想让少奶奶和婴儿自生自灭 我探了探少奶奶的鼻息 摸了摸她的嘴唇 她唇上的小痣都干裂开来 水她说 水 我没带水 心里不想再跑一趟去取水 万一被发现了 我又要挨打 可少奶奶一下子猜到了我 小福 是你吗 好孩子 我叹了口气 罢了 去拿水吧 她都猜到是我了 如若把少奶奶渴死了 鬼魂记恨上我怎么办 幸好老爷接了宫里大寿的活 家里体面起来 有望搬迁到京城 夫人想着以后到京城去做夫人 是要一个善良好名声的 她又恢复了少奶奶的吃食 可惜她做京城夫人的美梦破灭了 大少爷回来了 血淋淋地回来了 她的子孙根被剁了 三条腿 全废了 府邸周围还围着官兵 一直到夜里 整个府邸都灯火通明 官兵在府里进进出出 老爷的咆哮穿梭在每一个角落 他不顾儿子的痛苦 双目赤红 死死拽着大少爷的衣领 你签字了 你签字了 大少爷颤颤微微点头 闭上双眼 我签了 父亲 我是在上皇帝第二书上签字了 这是演讲震撼人心 我深受鼓舞 心中激荡 旧 签了字 老爷瘫倒在地 仰天长笑 蠢笨 这天下哪里是皇帝的 是老佛爷的呀 老佛爷岂能容忍你们助长皇帝之事 必当杀鸡儆猴 宫里用着我的灯笼 知我名讳者遍地 你偏偏又是我的儿子 我们 就是景侯的这只鸡呀 王妈搂着我 我们所有的仆从都站在空地 一个肥头大耳的太监轻轻嗓姿 圣之道 超商人张有才 先于一宅茶友 金二千两 银十万两 金银宝石器皿八百一十二件 重三千两 金银首饰一千五百六十八件 重二千二百两 正屋七进二十间 花园露台十座 地母三百请 荡铺三家 灯笼铺四家 尽数超末 太监说罢 又瞅了我们一眼 另外有仆从五十五人 冲入本地官员府中 老爷不仅没拿到做灯笼的白银 还被抄了家 一把年纪变成了穷光蛋 夫人哭得更加哀痛 哭着哭着 冲向少奶奶 夺下她怀中的女婴 狠狠摔在地上 都是这个妖怪 可我全家 我杀了你 大少爷接住了孩子 娘 这是儿子唯一的孩儿了 娘 夫人这才如梦初醒 搂着儿子默默流泪 我和王妈被分别分到了支县和主部家中 继续当下人 老爷 夫人 少爷和少奶奶 住到了闹向一个三开间的屋子 老爷受刺激中风 少爷又是个残疾 全靠少奶奶和夫人维持生计 女婴一直没有名字 我和支县说 王妈妈是我的亲娘 支县便没五天 给我放半天的假 准许我去看望王妈 主部家里有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王妈就服侍这个最小的儿子 王妈妈瘦了好多 核数一样 人的年轮也越变越多 但人和树又不一样 树可以长命百岁 枯荣轮回 人生来便奔赴死亡 主部的小儿子抽大烟 主部便把她的手脚捆住 我在王妈的屋子里都能听到她借大烟时发出的痛苦的哀嚎声 王妈妈拉开衣领 她脖子上是密集的血痕 是主部的小儿子抓的 抽大烟的人都变成野兽了 我去喂饭 一不留神让她挣脱了去 我从不知道人的手也可以这么锋利 我心里酸酸的 但是拿不出元宝给王妈妈了 王妈 又有人喊王妈 小福 王妈要忙活了 你回去吧 确实 时候不早了 我快不往外走 一个苹果砸中我的后背 我转头 从窗户的缝隙里对上一双细长的闪着红光的眼睛 你来 你是王妈的女儿 红眼睛的主人朝我招手 我的脑子里又闪过王妈说的话 抽大烟的人会变成野兽 我把苹果丢回去 头也不回地走了 巷口走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 被阴影里的一双手拉进黑暗 紧接着丢出女人的衣衫 没过一会儿 又丢出一个赤裸的女人和几个铜板 女人抬起头 我愣住了 她的唇上一颗小枝 少奶奶快速穿上衣服 小福 她似乎想和我说什么 一阵恶毒的辱骂缠住了她的脚步 乔二娘 你死哪里去了 你这个贱蹄子 今天的钱呢 励志当京成贵夫人的夫人 已经全然适应了自己老宝的新身份 她的儿媳妇变成她的头牌 少奶奶捏着铜板 向夫人走去 她的背影缓缓而去 与初次相遇时重合 她的脖梗 细细长长 可以轻易被任何人折断 巷口的另一边 探出头来看热闹的 是少奶奶杀猪的爹 她并不记得出嫁的女儿乔二娘 或者说 她并不记得卖出去的许多女儿 知现家里的子女都已经成嫁 我没有要服侍的少爷小姐 知现夫人信佛 每日把自己锁在房里撵着佛珠 敲着木鱼 我三顿按时送素面素菜进去即可 闲着的时间 我就在各个地方 反复写少爷少奶奶教我的字 或用手指或用树枝 你叫什么? 知现夫人的木鱼声停了? 多大了 我以为是我打扰到她 吓得不敢大声说话 回夫人 我叫小福 十三岁 知现夫人惊呼一声 珠子掉下了地 哎呀!福宝 是你回来看娘亲了吗? 我这才知道 知现夫人有个小女叫福宝 聪明伶俐 能做好长的文章 十四年前 聪明的福宝被知现嫁给了京城一个大官作妾 被折磨死了 从此 知现夫人日日梦到可怜的福宝 看到偷偷写字的我 她一下子就想到了福宝 知现夫人开始教我写字 想让我也写出福宝的文章 可我是小福 不是她的福宝 我不是她的珍宝 我做不出文章 知现夫人就让我看福宝的文章 让我没日没夜地写 你别皱眉 那样不像福宝 福宝爱笑 我就姿着大牙在知现夫人面前傻笑 从早笑到晚 我去看王妈的时间少了 一方面知现夫人说福宝不喜欢往外跑 另一方面 主不佳的少爷总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珠子瞅我 我除了学福宝的字 还要去药房给知现夫人拿草药 知现夫人脚上生了密密麻麻的水泡 红色的皮里酿着白色的汁水 其痒无比 抓抓挠挠 抓破之处长出更多的水泡 让她无法安眠 偶然我在药房见了几次少奶奶 她也要来抓药 但每一次她身上都挂着白 她把那点铜板数过来数过去 八个就是八个 数再多也变不成九个 我掏出知现夫人给我买糖的钱 递给了少奶奶 少奶奶 孩子怎么样了 她有些不好意思似的 勾搂着给我鞠躬 嗨 我哪里还是少奶奶 天色不晚 我就和她并排走着 她见我盯着她的白花 脸上浮出一点释然的笑 老爷去了 她中风这么久 终于解脱了 我也能少做脏事 我也解脱了 白花别人带着伤心 我带着心里快活 到了少奶奶住的三开间 她一直也不和我说孩子的事 我与她告别 她让我等等 小福 好孩子 我拿东西给你 她眼角的皱纹都开始发芽 曼妙的身躯也爬上了沧桑的味道 不一会儿 她拿给我一方帕子 使我装巧克力的帕子 粗糙廉价 洗得干干净净 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 小福 每次看到你这帕子 我都想到巧克力 真甜啊 我曾经也是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不需要帕子了 你拿走吧 我拿着帕子 站在门口 面前枇杷已经金黄 在太阳下亮晶晶的 宛若涂辣 空气里都是甜蜜的味道 我摘了一个 枇杷甜蜜的假象 色得我直吐舌头 许久不回来的支县 第二日凌晨 突然赶回了家 似乎是遇到了烦人的事 城东一户人家 出了事 媳妇用梯霜堵死了自己的相公和婆婆 自己吊死在了门口的枇杷树上 哦! 还有这样的事 支县夫人敲着沐浴 支县喝了口水 她不是在为死人烦恼 而是在为死人死亡的时间烦恼 偏偏这时候死 老佛爷的大寿还没结束呢 晦气! 这户人家一直晦气 被抄了家 还全丧了命 支县夫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媳妇怎么这么绝情 一下子要了一家人的命 我感觉我的腿突然很沉 色琵琶的味道从我胃里涌出来 我开始猜想 少奶奶在药房买了什么 我不顾一切冲到枇杷树下 三开间围满了人 地上摆着三具尸体 一口棺材 这家的小孩呢 我抓住看热闹的人 铜像的人叽叽喳喳 七嘴八舌 早被卖了 给那个中风老头买棺材 卖给戏班子 砍断腿脚 展览去了 那个老女人看儿子也不行了 就如法炮制 把媳妇卖给人芽子 给儿子买棺材 这不 这口棺材就是给儿子的 少奶奶卖身的钱 刚好购买少爷的棺材 一家人 老爷有棺材 少爷有棺材 担经节律的妇人没有棺材 低眉顺眼的少奶奶没有棺材 无名无姓的孙女也没有棺材 有棺材的人被官府葬了 没棺材地随意丢到了哪里 我被支县夫人打了一顿 她让我泡在汤药中 去去晦气 我泡着 感觉自己像药扇机 刚去完晦气 晦气就来了 王妈妈服侍的那个主部家的儿子 指明道姓要我 王妈老了 那就王妈的女儿来 我立刻想起那颗砸到我的苹果 主部和支县讨要我 左右一个小丫头 可支县夫人听说此事 像疯了一般 你又要把我的福宝给别人 福宝到那烟鬼手里 哪里还有活路 她死死地把我搂在怀里 泪水一滴一滴落在我脸上 支县还是同意了 主部上面有点人 答应支县把最近的胸暗消了 这样抱上去不至于太难看 于是支县把封魔的支县夫人 塞进满是佛像的房间 让她自己冷静冷静 王妈妈找上了我 她直僵僵地走路 皮都包在骨架子上 胳膊上跨着一个布包 小福 王妈给你带东西来 布包里是一双崭新的鞋子 针脚觅觅的 她说着话 摇摇晃晃地头挂在脖子上 分外吓人 王妈 你怎么了 我的眼泪就要往下掉 王妈哭搞如树枝地手擦去我面颊的泪珠 小福 哭什么 王妈只是老了 人都是会老的 小福 穿上新鞋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浑浊的眼睛将我从上看到下 又从兜里掏出一张方正的纸 是一张船票 小福 这是二少爷给我的一张船票 王妈脑子笨 记不清楚 甭管目的地是哪里 你坐船过去 你下了船 二少爷在那里 我不管不顾地摇头 这是二少爷给王妈妈的 这不是一张船票 这是活下去的机会 啪 王妈妈用他枯枝一样的手拍了我的脑门 傻小福 当务之急 你先过去 二少爷还会托人给我船票的 明天一过 我就要被送给主部家的儿子了 我捏着船票 黑夜跟在我后面 弯月悬在头顶 像一把锋利的屠刀 我的手就放在门坝上 只要我跑出去 跑到码头 身后的脚步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的心仿佛暂停了一瞬 福宝 你要逃走吗 只现夫人的声音轻而缓 平静地吓人 我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但我突然想起来 福宝爱笑 我哆嗦着嘴唇 露出难看的笑 福宝 这次娘让你逃 娘听到了 你要去坐船 只现夫人拔下头上的金簪子 抹下手上的玉镯子 一股脑塞给了我 我叮叮当当地跑着 两旁的树露出阴森森的獠牙 野兽一般追赶我的影子 码头越来越近 微微泛白的天空勾勒出轮船的轮廓 我感觉我的背上要伸出翅膀 噗啷啷地闪动 马上就要飞起来 乌乌的气笛声响起 轮船的屁股上翻涌着无数的气泡 我穿着新鞋 站在甲板上 天已大亮 我在船舱中沉沉睡去 无数的人挤进我的梦 我梦到了少奶奶唇上的小枝 梦到了王妈的头巾 梦到了支县夫人的沐鱼 那些回忆从我身上流过 我只是空空地合到 小福 小福 死丫头 福宝 似乎是有人喊我 我怎么也睁不开眼 身体突然轻飘飘的 灵活地不像话 我变成了鱼吗 二少爷站在码头 迟迟等不到航船 周围是此起彼伏的哭声 翻船啦 翻船啦 整艘船上 每一个活下来的一根烟 在二少爷纸间燃起 熄灭 化成他脚下的尘土 他走了 不再等待